我,弗雷迪莱莉,出生在幽默的贵族家庭,是一名蛇赚过无数群人的世界医疗律师。 至此,虽然我现在才小学二年间,但是我已经掌握了为人处事的道理,以及巧舌如环的辩论技巧,就比如,我每天早上都会鼓励我的同学。 哇,怎么办,今天约瑟夫局上要来我们幼儿园,历经检查作业的完整情况,然而我昨天并没有写作业啊。 哼,你现在敢作业还来着解,不就是识道数学题和一篇作文吗? 你在说屁吃呢,你说的那是甜甜的作业? 哇,哈哈,啥,作业有作业? 哇,哈哈,是时候该我站出来蛊惑,啊不,来给予他们勇气和爱了。 咳,兄弟姐妹们,你们不觉得我们的饮食教育太过分了吗?每天布置那么多作业,就是为了让我们回家不闲着,来折磨,来让我们每天累死累活。 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,我们要奋起反抗,你们说,对不对? 莱莉说的没错,我受够了,我再也不想被胁迫做作业了。 我们要改变自己,改变这种无趣的生活。 这就对了嘛。 莱莉,说是那么说,但是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? 你傻呀,一个人不做,肯定会被骂,这个没错吧? 肯定啊。 那如果一堆人不做,会怎么样呢? 啊,我懂了,这就叫做,只许周冠发火,不许百姓发臂,对吧? 啊,啊,啊。 咳,莱莉,我觉得你还是多读点书比较好。 一来,你怎么在这里? 哇,刚刚,被机长追着要作业,但是我跑掉了,我甩了他两条街,愣是没追上我。 他追了你两条街就为了要你的作业? 不,我为了防止他追上我,我把他绊倒,抱起他的鞋子就跑。 我跟你们追两条街,喂。 不好了,小偷被机长抓住了,他现在交不住作业,我们该怎么办? 哼,这件事,包在我身上。 小莱莉。 你这一辈子,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? 小偷,我来救你了,快跑。 你们把我的鞋子擦哪里了,喂? 兄弟们,我回来了。 莱莉。 小莱莉,你不愧是我们的领导长,你真是太阴敏了。 我们决定,以后就跟着你混了。 哎呀,其实,其实没什么的了。 对了,还没问你,你家家不是很严的吗? 你一次作业都没落下的说,你这样不写作业,真的没关系吗? 谁说我没写作业的,我一次不落都完成了好吧。 滚啊。 好啦,别生气了,小依赖。 你还没跟我说,你把局长的鞋子藏哪里了? 呵呵,你想知道啊? 当然,我藏在你的梳妆里了。 小莱莉,你今天放学,休闲给我回家。 局长,不是我干的,我写作业了,我写作业了。